大家早晨,星期六 今天中股周末分析 我們講外地股市 其中想特別講的就是上海股市 它的短期反彈力是很強的 我們還沒講上海股市之前 都是循例地先看看 我監察了12個環球指數 上個星期收市的時候 即是計紐約收市時間 但最強勢的是超短期 是倫敦股市 接著是短期倒為倫敦 中期標準報2500指數 上期立時打中和指數 而超長期是倫敦富時指數 我們集中看超短期、短期、中期 然後超短期有日經 道奇斯公元平均指數 看看今個星期是怎樣 今個星期至今早紐約收市 標準報2500指數 道奇斯公元平均指數 納斯大克中和指數 美股跑贏了 短期上個星期是倫敦 日經標準報2500 今個星期標準報2500 道奇斯公元平均指數 納斯大克中和指數 即是科技股加上舊經濟股 抬頭回來 中期標準報2500指數 倫敦富時指數 日經上個星期 今個星期標準報2500指數 日經 納斯大克中和指數 科技股上了來 表現差點的 看今個星期 不如直接香港爆了美元 差不多 除了紅籌股牌 第六位 其他四個主要指數 包尾超短期 短期 恒生科技指數包尾 其他四個主要指數 深淨成分指數 深淨成分指數 扔了一個 我們另外兩個 都是在第九、第十位 中期 一、二、三、四情況 都是這樣 扔了深圳 這個已經看到了 深淨成分指數 表現是差過 上淨綜合指數 原因就是 深淨成分指數 有很多是科技股 我們就看完這個之後 我們就看深淨上淨綜合指數 我們集中 就應該是看周善圖的 看中期形勢的 不過這樣 我們也看短期先 看看短期 我說短期反彈力強 看到嗎? 一、二、兩個假日日 星期四、四、五 都是升市 現在看看是陽足 升市 是剩一支陽足 和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這個會是 28 日 nessy 今日是 29 28 日 是昨日 在抗例9 521 努働節假期之前 連續兩支陽足 遵守日的記者 是新区比前天 星期四 pickled小 cuts 連升 Druid 一週期三支陽足 反彈力不是很強 看 25 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之前 我们很明显看到 这个升降在 4 月 25 号 拉到线内看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位置 黑色的位置 我对正一点 黑色的位置 是不是 4 月 25 号 4 月 25 号最低是见过 最低就是看上边这里 教大家看 看到吗?我10 次游标 这里是 L 这个就是 Low 4 月 25 号最低位是多少? 3 2 2 9.45 号 然后彈上来 昨天最高也很厉害 4 月 28 号最高见过 3 2 4.88 号弹了很多 这个跌浪由哪里开始呢? 就是由 3396.17 号 就是 4 月 18 号开始 即是我们锁在 3396.17 号 就是上面 下面就是 328.57 号 3 2 8 8.57 号 所以看错了H 应该是 3229.45 号 再说一次 应该是 3229.45 号 至 3396.17 号 这个范围之内是锁定的 还有一个位置要留意 另外两个位置要留意 应该说 第一个位置就是 之前有一个跌浪的终点 在这里的 3 月 14 号 3 月 14 号的终点 是 3216.99 号 即是说 如果万一这个 3329.45 号低位 失手支持 就要看这个 3 月 14 号低位 3 2 16.99 号 暂时的反弹力强 不用看着 另一个位置要留意 就是之前一个升浪的顶 是 3342.86 号 在 3 月 14 号 可以的 这个顶曾经被升破了 阻力 变成支持 但后来 这支阴烛就厉害了 令它由支持 变回阻力 但回来 昨天最高是见过 3324.88 距离这个位置 3342.86 还有一定的空间 要过了3324.86 另一个计法 就是另一个看法 就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拉一条的上升轨 好明显的低位 拉一条 这个 这个 这个明显低位 那我们extend 它 就是延长它 format 延长它 向右边延得 左边并不小 是不是穿了一组 穿了 穿了 上市后抽 过不了 下回来 第二次过不了 休息一休息 终于过到了 最后也是过不了 坐上来之 这条线的短期阻力 是非常大的 日后有机会 真的再急升 都是这些位置 如果你是好友 都是在这些附近 可能高一点 好像这样高一点 走一走 等其他有机会 买过 就稳定一点 那如果你说 这个桥不行的 太高的 我们看一个低一点的 可以由这个点 计算到最低 是 这点 这个支持 实失而复得 的叫做 那下个星期 就是放完假之后 大家在说 长假期放完假之后 那 守住这条线 上边要 那才有机会挑战这条线 那看来 上证进入指数 如果这个劳动节 假期完了之后 不是跌回到下面 那我守住在上面 那在这两天 善之间反复上落的 机会 就应该是 较大的 好了 那我们 讲完这些上升轨 下降轨 但是上升轨 的支持阻力 再看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保力加通道中组 升破了 是不是 在3 是 保力加通道中组 在3392.33 昨天收市位 是33 应该是3392.33 不是 错了 红色条线 应该是3318.28 在3318.28 那就是 昨天收市位 是3323.27 即是高过的 终于是高过的 这些设计 又真的不太好 Investing.com 保力加通道 顶部中组 底部 顺势最排列 他又把中组放在前面 红色 有点混乱 有没有 不被人改 好了 接着 一个利好 SAL阻力 依然落下压 所以利淡 RSI 回到50 利好 STC MACD 还是利淡 那我们 MACD 没错 还是利淡 即是五个主期 熟分析指标指中 一好四淡 形势 原来短期来说 仍是向淡 即是不適宜 是入市 投机 暂时仍是 挑短期就可以 小小 那超短期 当然是低小时度 短期仍是一好 对不起 一好 两好三淡 这个是好的 一二三 两好三淡 都仍是偏淡 都仍未行 要等 信号转到 等什么 看的形势 要是STC %K 5%D 暂时较少少 要是MACD 发出这个 双牛卖入信号 因为现在是-11.8039 这个差别 好了 是偏淡 辅助分析指标DMI 由于ADX2 现在是在-20 所以没有什么差别价值 好了 很详细说完短期 仍未够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还要计一计 这一弹进来 力度很大 0.382倍两度 升峰目标 即是由这个高位 跌到这个低位 到了肉眼望 0.5倍都好像到了 0.18倍就关键了 那0.65倍和0.68 它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跌落 是由-3 -3394.96 对不对 不是 3396.17 3396.17 开始的 那我们打下去 3396.17 那这个Excel表 我只是给Pantinum 和Diamond的订户 是没有的 如果你想要 就升级去Pantinum 或者Diamond 那就是3396.17 再对一次 33 稳定点 3396.17 最低是见过 刚才说过 322945 3 妈2945 昨天最高的见过 332488 332488 好 好 算到了 反弹的0.382倍量度 升幅目的是 3293 最高332 4.88 0.5倍是331 2.81 都过了 3325 445 所以关键是这个 3332 大家记住 3332 就是上证组合指数 短期的重要阻力位 要企稳在上面 后市继续好 有机会中线 中期都转强了 否则 只是一个反弹 很详细 讲完上证组合指数的 短期形势 讲完短期形势之后 我们就看中期形势 中期形势 我们就看周线图 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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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刚才说 有两个线 这两个线图 对吧 线图 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嗯 只关键线图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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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原来今个星期 是出了极点低位 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 重要了 3229.55 3229.55 就是SAR极点低位 代表下个星期 后的星期 最多看多个星期 三个星期 不要出现低 3229.55 全周低位 全周收市位 否则 有那么大 有七成 如果没有出现 就继续反弹 在上面 请顾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升 SAR 这次是利监 保加通道利好 RSI利好 STC利好 不过 由于%k%d都高于80 所以是超卖的 NACD 就是 这个是利好 正数 没错 是正的 就是Defense是正的 1 2 3 这次看清楚 4 5 咦? 是向好 就是中期 值得用中注持货的上证综合指数 上海股市A股 不要看错 A股的中期形势 至于辅助分析指标DMI 由于ADX低于20 只有18.882 所以是不值得参与的 没有参与价值 没有什么参与价值 应该说 加到什么是好些 这个就是中期的形势 中期形势暂时的升浪 在去年10月31日 开始那个星期一直反复上升 还没有什么势头回落 最后就不需要继续量度 跌幅目标 反而就要看看 站不站得找到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是3342.86 就是3月6日 开始那个星期的高位 站到上边 后市可以继续升 中期 试入保里加通路 顶部阻力 否则就远远回 机会大些 真的回落的时候 最重要最重要的支持位 当然是看这个 3216.99 是3月13日 开始那星期的低位 形势中期是反复上落 走势偏好多些 估计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也看看长期的形势 长期的形势 我们当然是看过 月线图 看看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SAL在下面 SAL上个月不是今月 是出了极点高位 是3342.77 今天星期的收市位 今天月的收市位 是3323.27 过不了的 过不了 当然你可以看下一个月 最多看下一个月 是6月 都过不了 就回远了 所以刚才说 中期还有机会反弹上去 反弹完之后 收市位转移过不了 都是回远 所以就是 小心一点 长期不要高追 SAL现在暂时是好的 保里加通道 中轴是3288.65 今天月收市位是3323.27 那就高过的 那就叫做高过 即是你好 一好一淡上面 接着这里 RSI好 STC好 MACD 就是 好的 再看下一个月 14-0.041 大家看左邊第一個紅色角 今個月是14.247 個好 1 2 3 4個好 但跟中期形勢一樣 都是好 原來上陣綜合指數短 中期長期都是好 只不過短期是偏膽的 有些短期回吐的壓力 輔助分析指標DMI 現在是來的 因為ATX只有16.01 低於20 沒有什麼差碼價值 長期就是這樣 長期都是這樣看的 都是這些位置 4.84 就是重要阻力位 下面重要支持位就是2885.09 就是去年10月的低位 剛才說的24.84 就是去年7月的高位 都是這裏之間有待突破 整體來說都是橫發展的 那你說真的要長期轉好 那就要看一個 不是這個位置 是不是看這個位置 3731 先看誰高一點 3731 這裏高不高 37 高不高 所以 如果長期真的要好 就必須突破一個位置 這個 3731.69 是2021年2月的位置 高過這個位置 後時就可以看過線了 講的是長期 3731.69 好 大家記住 這一段投資因分析 我們就講完了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向我Youtube頻道投票 選出 下星期 你最想我重點分析 哪隻股份 就短期、中期、長期的形勢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長周末 多謝各位收看